音樂五四三 馬仕芳製作主持 假如你是認真的樂迷 這裡有很多厲害的歌 請你張開耳朵 準備收聽音樂五四三 I know it's gonna make me We can say goodnight stay Together Boo Bam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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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Happy Boo Bam Bum Bum Happy Together Aribe Tonsara 往下 踢踢踢踢踢踢 踢踢踢踢踢了 踢踢踢踢踢 ichtig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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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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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到现在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是的 今天是 就是我们这节目已经播出超过十年 我们访问过创作歌手 访问过乐手 访问过音乐制作人 访问过音乐全目前幕后的 各种各样的参与者 但是今天呢 我们还是第一次访问这个平面设计的两位 这个非常非常重量级的老师 广播节目要怎么样来呈现平面设计这门手艺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挑战 但今天我们努力来试试看 那假如听众朋友 你跟我一样走过台湾流行乐 黄金岁月的话 听今天这节目应该会很有feu 要是你年纪比较轻啊 或者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不熟悉 也没有关系 现在网络万能啊 你可以赶快把你的笔电 或者iPad或者iPhone 或者智慧型手机拿出来 讲到哪张唱片 你就赶快去Google一下 就可以马上看到那个唱片的样子 今天在我们乐音室里面 现场邀请到的两位老师 是李明道Akibo 还有萧清阳 先跟两位打声招呼 两位老师好 四方好 清阳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Akibo 马方各位听众 大家好 我是萧清阳 是两位都是第一次来上我的节目 我好大的面子啊 怎么搞的 不过说真的啊 要是讲 这个台湾的流行音乐唱片设计 这个手艺啊 大概Akibo跟萧清阳是过去 我想三十年来吧 我们不可能遗漏的名字 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同时坐在我们的录音室里呢 是因为在六月底开始啊 他们要联合办一场这个展览啊 展览的细节 待会会慢慢透露给大家 我要先讲一下 为什么开头要放赵孔的首歌 1989年那年我18岁啊 在大学念书 然后有一天在唱片行买到一卷 看起来怎么看都像宝季玩的录音带 那觉得实在是很酷 就买了回家听 一听之下不得了 我想我跟千千万万当时的台湾学生一样 被那张唱片改变了生命啊 我们在那张唱片第一次听到陈铭章唱歌 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台语摇滚 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自己从这张专辑开始 打算要学台湾话 因为我希望能唱里面的歌 也从这张专辑开始 Akibo的设计 他把他的这个 就是后解岩时代呢 开始流行一种 像民间怀旧的物界去寻找灵感 然后忽然变成很潮的一种设计风气啊 我觉得那段时间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设计 包括开始有去收购公卖局的专卖的那个小招牌啊 找这个五十年代的老电影的海报啊 在老阿嬷的供桌上面吃饭啊 把pop装扮成好像以前干妈店的样子啊 这种俗极式雅的这个图就是潮的风格 我认为是从抓狂歌这张专辑开始的啊 所以今天开头我就以这首改变了 我跟许多人生命的唱片放弃 在这边也要郑重的跟Akibo老师说声谢谢啊 谢谢 是是 当然啦 肖清阳老师大家都叫他肖大侠 肖大侠让台湾的唱片圈 一方面很头痛因为他总是脱稿 二方面也也他还是有接不完的case 因为他出手的东西总是不同反响啊 肖清阳在这些年对整个这个唱片设计这个手艺 不管是在材质的开发上面 在视觉的呈现上 在装针设计上 各个方面他都不停的在突破进入前年没有进入过的领域啊 我想我们应该从何说起呢 两位其实算是 应该算是隔了一个世代进入这个行业吧 差不多 大概是五年 五年的时间 所以时间非常接近有重点 刚提到Akibo 我在看他作品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开始翻报纸 想要去应征唱片美工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从这个说起好了 来 肖清阳老师 你那时候看到Akibo作品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 其实Akibo那时候的作品让我都非常 除了惊讶以外 其实根本打从心底是崇拜的 因为在我的看法里面 每张唱片他的出手都让我觉得感叹他的天分 就是这种一定是有某种天分才可以达成 所以不管是报纸稿啊 或是出手的唱片啊 或是尤其是在创意概念上面 让我觉得他已经完完全全摆脱以前的手工 完稿的那个年代 还有明星大头照的年代 他的出现其实做了一个新的反驳 但重点是当时的那些包装以内的音乐 其实也一样同时都在做一个很大的更新 那个是80代末 所以张张精彩 我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收藏者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作品 会让你想要去翻过来看这是谁设计的 例如潘岳云的专辑 他把他放在玉兰花里面打开他 纯情青春梦 对 那我就想说 不就是又一张照片 一张明星的照片 可是他总是有很强烈的台湾味 然后有阿嬷工作上面的玉兰花 是 对我来讲 尤其是像我这种是农家子弟 家里开面包店的小孩长大 那个东西应该是我来表达的 Akibo就一件接着一件 很大胆的 就有可能的就把一件一件拿出来 所以刚提到从甘马店 从工作上的 所有有可能的生活中的物件 都会在下一张的唱片 他又把它展现出来 那时候我看到Akibo的作品 我完全就是欣赏 就是期待他下一张又要玩一个什么 又要玩一个什么 那 蕭青羊进入这个行业 比Akibo晚了个五年左右 Akibo老师 你注意到蕭青羊的作品 大概是什么时候 有印象吗 其实他一开始 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我就开始注意到了 那刚刚讲到说 一些阿嬷的东西 被我先用走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我看到蕭青羊 他在海洋音乐季的时候 就是除了以前我们做的 可能在一个正方形的封面里面 但是我看到青羊 他把它实际的应用到一个活动里面 比如说我好喜欢他做的乒乓 就是在我们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世代 他其实都有开发出以前没有做到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觉得这是音乐这个行业很迷人的地方 所以 所以其实 在他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然后其实也是每一张都很精彩 那蕭青羊是我的偶像 我们说说这次这个展览好了 两位是第一次办这样子的大型的回顾展 地点是在高雄的博尔艺术特区 这个展览从6月30号开始 会一路展到9月9号 这个事情的起点是什么 为什么会让你们有这样的想法 要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说起来很好玩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我担任高雄市云开幕典礼的艺术总监 然后常常高铁往往台北高雄 然后在接近开幕的时间 在高铁 左营高铁站 就看到很多老外 一直看到老外 那我那时候心里会提出一个自己的问句 说老外他来台湾到底要看到什么 其实我们在做市云开幕典礼的时候 就给我的工作伙伴一个就是一个标语 就是说我要做一个节目 是让台湾人看了 有回家的感觉 让老外看了 就会哀伤台湾的一个开幕典 那我觉得我以前做的一些流行音乐 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 是 那我就在高铁站 下高铁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萧青雅 就说我们来做一个展览 就是我们两个加起来 应该就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展览 绝对没问题 对 那很巧的就是说 我们当然两个都很忙 那这个idea 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脑袋里面 那想不到我们最后把它实现出来 就是在高雄的博恩 就是在 就是在当时 引发这个灵感的地方 对 所以它是一个在脑子里面转了三年的计划 是的 这次这个展览名称也很有趣 叫 我我偶像 新型唱片美学展演 那么 这次的展出两位会 会有哪些内容 可不可以稍微先跟我们透露一下 你们各自选一些自己历年的代表作 嗯 但是我想应该不只是把CD跟唱片拿出来 放在厨子里而已吧 这个问题 其实从确定要办占人之后 就是一个大苦恼 对 因为Akip的作品多到 他想提出来的 我都不满意 因为 有些偶像 他并没有把它提出来 那 不要说他 那我自己也是 到底是 核心税重要 还是大肌重要 对 那版面就是这么大 每一张唱片都希望他有一个 有一个很清楚的 可以把它表达 不只是封面这件事情 到现在为止 我都还在 自己都还在挣扎 所以那个名单 好像可能在这个进行布展当中 都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这些音乐 其实真的是伴随着我自己 我在做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花了很多的 大部分他都陪伴我 就到天亮 我根本就是 因为喜欢听这些音乐 而靠近这个行业 所以 随性 哪一张出来 我都觉得 是可以让某些 不一样的乐迷 跟你们喜欢他 就像我昨天跟Akip在聊天 就提到说 我觉得詹亚文也好重要 因为我妈妈看八点档的时候 都跟着他唱 是 那妈妈到了展场的时候 他的偶像 和作品没有在当中 是不是 我没有照顾到 妈妈这件事情 那 长期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也觉得 也知道说 我们在包装的 任何的一张唱片 或是明星偶像 他们底下 都有好多支持他们的人 所以我也提醒自己 那个 不管是商业啊 或是现场感 是怎么样的设定 可是那个 音乐动人 诚恳的那个 那个画面 可以让歌迷站在前面 有感受 是 要 要调整的部分 是 关于唱片设计这个事情 他当然不只是 设计师的工作 他也是 一整个产业 不可分割的环节 然后关于这个 行业或者这门手艺 各种干苦 今天我们试着来挖掘一下 尤其这个行业的 整个的生态 也跟唱片工业的兴衰 紧紧的扣合在一块 其中有一些失落 也有一些新发现 另外就是 今天在座这两位老师 他们共同塑造了 不止一代人 对于台湾流行音乐的 视觉影响 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 可以聊啊 很多音乐人 他们在我们脑海中 落下的第一个样子 就是他们富裕的 夏清阳老师 在帮脚头唱片设计的 初期就共同跟他们定下了 那个很特殊的尺寸 那是一个介于LP唱片 跟CD之间的尺寸 单曲黑胶的规格 45转唱片的那个size 今天我们就来温习一下 2000年发行的 Barnight的妮娃娃 这首歌 大午山美丽的妈妈 有很多版本 今天我们听一下 Barnight的这个版本 在山谷里的大河唱 我一定会大声唱歌 牵着你的手 阿尔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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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去 回到山谷里的大跳舞 我一定会用你跳舞 牵着你的手 我一定会用你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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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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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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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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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